在台灣的道路上 流轉著一種別樣的旋律 街頭彷彿是一座汽車的博物館 無不展示著科技的進步 時代的變遷 從經典的復古車 到最新的電動車 每一輛車 都是台灣汽車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一個愛車人的心中 往往都住著一個孩子 確實啦 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Car Guys 會願意花時間和心血 去升級自己的愛車 只為了細節 究竟這當中又有著什麼樣的魔力 然而這一次我也特別找來了一位 據說他不是在改車 就是在前去改車的路上 為什麼喜歡改裝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一切的重點在於說個人風格 我之前有一台G21 依照自己的想法去改一改 可能國外就也有在轉發 我那台車樣子的 我就覺得原來改車是可以被認同的 不過像你說你喜歡改裝車 或者是因為你喜歡那種認同 跟成就感 個人風格 所以假如我現在帶你去一場車劇 認識一個新朋友 Right now Right now 就是現在 對 OK啊 太多人了吧 怎麼樣 看到沒有 什麼叫做真正的車劇文化 有沒有很震撼 你有沒有看到那邊 那個神秘的男子 傳說中的 台灣最年輕的職業車手 陳亦凡 失敬 失敬 對不對你看這邊 這邊有降得這麼低的Corolla 有這麼誇張的Mijana 然後那邊有一台 Hemi引擎的Charger 那你平常都會參加這種車劇活動嗎 我是比你大五歲不是比你大五十歲 其實我覺得車劇就是一種反射 是 它就是一種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分享彼此之間的風格的一個很棒的場合 所以你要我這種每年都在看新車大展的人怎麼會不會這種場合感到很興奮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一帆 你是賽車手你在這裡幹嘛 你不覺得這有點跳動嗎 賽車畢竟是拼命 那車劇這個是文化 改車是一種創作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是另外一種生活的形式 其實我今天來這邊 我是有一件事想要拜託你 我一直有一個信任 就是可以一起跑一趟山路 可以啊走 那我們就去跑山路 好啊我咧 哇塞這什麼聲音啊 我感覺我好像被你放掉了 你有想過捷恩的感受嗎 我發現它不見很久了耶 你在開這麼快幹嘛 還不是要等我 你說賽道跟山路他們各自的樂趣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在賽道上的樂趣是去享受在非常高速的行李下 對車輛的掌控感 那那種滿足感是無法取代的 可是山路的部分我們可以享受的就是那個過程 在每一個彎的狀況不一樣 然後車的動態的表現跟感受 我覺得是蠻不一樣的體會 所以我覺得是這種感覺 就是它漸漸變成像是一個生活裡的習慣 當你覺得累了 你覺得在現實中有很多的壓力 你想要去紓緩一下 你自然而然就會想說 那我去跑個山嗎 而且像我這種地方的爸爸 有了小孩之後就是沒有時間 你只剩下一些很破碎的時間 可以來真正的做回自己 雖然我跟不上你的節奏 可是我還是覺得充滿樂趣 對啊其實山路就是享受樂趣 輸贏就是沒有很重要的 我還是覺得你有點發暢 你不是跟我說你都不跑山嗎 然後我們的部隊長嗎 還是我們是來兜風 我們散步不是嗎 那GR怎麼會跑蘇巴六呢 我已經說過了 這絕對是你的問題 好了OK 老闆不好意思我要來個綠茶 我覺得這台GR什麼都好 就是那個紅色擋你不然有點問題 是不是因為那個關係增加了風阻 念在你是一個年輕人 我不會跟你計較這種細節 這種有品味的改裝 像你們這種屁孩可能 視覺系的不懂啦 確實 拉力車就該是這個樣子好嗎 我覺得改裝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還是個人風格的產線 對啊你總不會想要說 跟大家都開一樣的 就是要能夠stand up 在一群車之中 我相信每個視覺系的玩家 追求的都是這樣吧 它是你的個人意識的一種人生 我恰巧知道這附近有一條小山路 然後有一個制高點 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移駕過去 那個可以開慢一點嗎 我們兜風速度 兜風速度 喔 還行嗎 還可以還可以 有感覺嗎 有跑山的感覺嗎 有 我們還沒結束啊 你們在幹什麼 跑起來 還要跑 所以滿意嗎大師 即使跟我們這種業餘的玩家 一起跑山路 這就是跑山路的樂趣 就是大家朋友一起出來玩 對不對 就像你說的 有些時候 只要路線對了 有一群志同道服的朋友 開著自己喜歡的車 然後即使遇到了突如其來的一場雨 然後我們還可以坐在這邊 一起看個風景 可是你知道其實這件事讓我想到的 應該說還是排車的契機吧 如果真的說為什麼會開始做我的YouTube頻道 也是為了能夠去傳承 就原本我也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 做著一份自己不是很喜歡的工作 但是因為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我想要去講它的故事 我想要把這個熱情 這個喜悅分享給更多人 可是實際的狀況是 我認為這能做到的還是有限 這個事情本身它的門檻是高的 因為我家是喜歡車的 那耳濡木蘭自然也會學到很多東西 一開始我們也是從遊戲中慢慢的在成長 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使是專業的車手 也會沉迷在電動玩具裡面 跟車相關是一定的 幾乎沒有不相關的遊戲 那我覺得巔峰極速就是一個很棒的入門點 像我會想要嘗試很多不同的賽道 可是我實際上沒有辦法達到 那透過巔峰極速就可以 很容易的達到這個好奇感 遊戲中的賽道選項非常多 只是去的地方不一樣 路線不一樣 彎不一樣 車輛種類也多 那小時候我們最想要的就是 試很多很多不同的車 去了解它的操控啊 聲音啊 這都是我們小時候的夢想 大家喜歡玩車的人都是這樣長大的 你呢? 像你這麼愛改車的人 尤其是這款遊戲我真的覺得 蠻厲害是說 像我之前跟Vison哥聊到說 我之前有一台G21嘛 然後我是還沒牽到車 我就先把這個藍圖架構先架好 可是那個時候我只能拜託別人去PS 可是這個遊戲是擬真道 我可以去調輪距 還有後面從後方看過去那個CAMBA 角度 像這一次 對 天啊 不是 包括那個輪胎的厚度都可以去調 我覺得這個是其他遊戲 我真的沒有辦法看到而已 而且我覺得是風格很多樣 對 可以完全的展現你想要的樣子 歸根究底就是它可以讓人真正的感受到 擁有一台車的快樂 當一個車主的感覺 參加那些車去街頭 或者是在封閉的場地裡面競速 然後完全的把你的意志 投射在你的車上面 重點是它的車居然還這麼多 我居然還真的找到一台EVO3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確實 我不敢相信居然還有遊戲 會在意像我們那種平衡想法 我覺得齁 等一下可能要下雨 還是我們先下山 對 好 阿板等一下記得拿 對不起 從北到南 從山到海 台灣的汽車文化 彷彿是一條蜿蜒的故事道路 每一段路程都有它獨特的景色 不論是在都會中想要的霓虹燈海 還是在鄉間小見間悠然的車群 都是一幅幅充滿詩意的風景畫 你準備好踏上這段激情之旅了嗎